有人说,岁月不饶人,首先不饶女人 殊不知,比肌肤衰老更可怕的是心灵的衰老 你我都知道,变老是不可避免的 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 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 究其根本区别在于以下五点 一,一种坚持美丽的态度 一个人的长相是无法选择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求漂亮 美丽和时尚是一种态度,无关年龄 一个法国人和他夫人开玩笑 希望你到八十岁还有人追 不是八十二岁的老头追你,而是二十八岁的帅哥 听起来这是一句戏言 但在法国却是很正常的事 在法国街头,八十岁的老太太都是脚踩膝高跟 涂着鲜艳的大红唇,优雅的都像个小姑娘 不管你多少岁,保持优雅的身形 得体的穿着,适当的装扮 便是最迷人,最美丽的 老是人生常态,不可逆转 但美丽与老并不冲突 坚持美丽是一种人生态度 可以让原本平淡的生活开出花来 二,不断学习的心态 中老年人的漂亮 更多的是来自于气质 修养,学识,良知 这些都是内在的东西 可以通过兴趣爱好来增补 还记得中国达人秀舞台上 那个78岁的老奶奶吗 由于热爱舞蹈 常年坚持跳舞 他看起来仿佛不过40岁 甚至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段 热情洋溢的舞蹈 一个人的气质 真的能影响他的长相 拥有一个能够修炼气质的爱好 是人生的信实 人活着一定要有个爱好 无论看书,写字,养鱼,种草,旅游,登山 只要陶冶性情,培育人格 滋润心灵 均可修出漂亮,养出精神 所有外在的美丽 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退去 只有用心积累下来的知识 才能历久迷心 让人终身受益 人生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人活一辈子就要学习一辈子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并不是一句空话 尤其是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我们更是需要不断学习 与时俱进 才能跟上时代的节奏 享受变革带来的成果 否则 时代就会无情地把我们抛在脑后 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唯有学习 积累 提高 而学习和自信又是相辅相成的 学习让你变得优秀 优秀让你变得更有自信 自信的你又会不断地鼓励自己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肚里装着才华 脸上扬着自信 这样的女人 即便是上了年纪 都依然知性美丽 独具气质 三 一颗永远善待自己的心 生命的厚重 在于人生阅历的丰富 一路走来 历经坎坷 才更懂得平凡可贵 我们总是怕亏欠了家人 怕辜负了朋友 到头来 最无暇顾忌的总是自己 善待他人 是一种品格 但我们更应该学会善待自己 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享受每一刻时光 如果你自己都不心疼自己 还指望谁对你好 无论什么时候 都应该记住 爱别人 亦爱自己 人这一生 活的是一种心情 善待自己 让自己开心 才不枉来着人间一遭 四 一种保持健康的运动 早在2400年前 医学之父 西伯克拉底 就曾说过 阳光 空气 水 和运动 这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 人生的一百分里边 健康就是前边的那个一 没有健康 所做的都是无用功 切不可上半辈子拿命挣钱 下半辈子用钱续命 美国科学家 曾经用了35年的时间 对400名成年人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研究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坚持锻炼的人 在智力和反应方面 明显高于很少运动的同龄人 运动 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 是对抗岁月最好的武器 阳光正好的时候 约上二三好友 多出去走走 无论散步 慢跑 瑜伽 广场舞 太极 你付出的所有时间 最终都会成为你 保持健康的资本 五 一份淡薄名利的清高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位书生向渔夫 讨教如何才能钓到大鱼 渔夫说 钓大鱼要从下小鱼儿开始 起初我用小鱼儿来钓大鱼 大鱼不上钩 于是我慢慢地增加鱼儿 最终才钓到了大鱼 书生停后 不由感叹道 大鱼啊大鱼 池塘里的小鱼小虾这么多 你一辈子也吃不完 却偏要吃他的大鱼儿 最终因贪欲而送了命 实在是可惜啊 欲望可以给人 以不断向前的动力 却也埋伏着陷阱 消耗着你的生命 欲望不断膨胀 你就要消耗越来越多的生命值 来满足它 因此 有效地截至欲望 追求内心的淡薄 方能有益于你的健康 延长你的生命 纪录片长寿密码 在观察了一众长寿老人后发现 长寿并不是依靠昂贵的保健品 或是药物 它的秘诀之一 就是保持平和而宁静的心态 有专家分析 长寿老人 有一种无论得失 都平和悦然的能力 每天不为欲望所扰 处于淡薄的心境中 自然心情舒畅 有效提升免疫力 减少病痛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与其为欲望所累 不如放下浮躁 用一份淡薄 心境安然 便是最好的养生 美丽是一场长跑 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 而是整个人生 二十岁或青春 三十岁或韵味 四十岁或智慧 五十岁或坦然 六十岁或轻松 七八十岁就成无价之宝 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 即使白发苍苍 容颜持木 也要净守灵魂伸出的那份美好 人为什么要结婚 这是我听到过最好的答案 遇事能有个人商量 无聊了能有个人说说话 累了一天了 回来能在一起开心地吃个饭 一日三餐 两人四季 一生太漫长了 最重要的是能有一个人相知相伴 然而事实却是 有多少人都没弄明白 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婚后过得一地鸡毛 林静是我不同系的大学同学 我们大一时就认识了 经常一起出去拜照 她是在大二时交的男朋友 虽然同年龄 但她男朋友是不读书的 跟着家人在本地开了一家烧烤店 他们具体的交往过程 我不太清楚 但应该是处得很火热 愉快的 因为当我们大四第一个学期 要出去实习时 林静就已经怀孕了 并住到了男朋友家 她怀孕期间 她男朋友 以及她男朋友的父母 都对她极好 男朋友的父母 早上会给她做好早餐 她起来就可以吃了 半夜她饿了 她男朋友 就会给她煮东西吃 或者从外面 带回来她想吃的东西 当我们回到学校 忙着写论文打遍的时候 她就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 那时 我们都说她的人生 已经成功了一半 因为她一毕业 就升级当妈了 她女儿出生几个月后 她带着她男朋友和女儿 一起回海南拍了婚纱照 随后举办了婚礼 也来了一场蜜月之旅 就这样 她从海南远嫁到了湖南 并且是带着女儿 一起嫁给了她的爱情 一家三口的幸福模样 不知道先杀了多少人 爱情到了平静期 婚姻也让人身心俱疲 如今 她们已在婚姻的围城里呆了自孽 浮育了两个孩子 丈夫依然是忙着自家的烧烤店 而林静则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 以及挣一点生活费 选择去了一家幼儿园做老师 林静会在朋友圈里 经常晒一些她孩子 她父母 她公婆 以及她自己的动态 都是叫人羡慕的那种 只是偶尔会发泄一下压抑到温馈的情绪 林静说 当初满新欢喜地嫁给了爱情 现在爱情依然在 只是走到了平静期 无论我怎么用力都走不出来 林静的丈夫并不是独生子 她还有一个小她十岁的妹妹 所以林静作为嫂子 也需要帮忙照顾 正属在半年期的小姑子 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小姑子明显是受宠的 对于家人则是适宠而骄 公婆经常让林静帮忙 管管小姑子 说什么小姑子 最愿意听林静的话 可实际小姑子发起笔记来 谁的话也不会听 有时小姑子还会颠倒黑白 对公婆说林静的不是 一次两次 林静还会解释 而公婆也愿意相信她 可日子久了 她作为一个外人 他们家里人自然更是一条心的 从嫁了进来 倒生了两个孩子 林静还是跟公婆一下子住在一起 虽然从一开始 林静就明确地跟丈夫说过 结婚是我们两个人 同时离开原生家庭 组建一个新家庭 而不是我离开我的家 去融入你的家 可原先丈夫承诺的买房子 搬出去自己住 也还是迟迟没得到时间 经济条件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则是丈夫要求很完美 她总想着 买的房子要处处都考虑到 样样都兼顾得到 房子 她要求环境好 交通便利 楼森户行都合适 离学校紧 有升职空间 不挨马路 最重要的还是便宜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在看房的路上 对于林静和公婆的相处 丈夫则要求她像孝顺自己爸妈一样孝顺 不能有任何的婆媳问题 因为她觉得 自己的父母对林静已经足够好了 可实际上 林静和公婆在平日里的生活 多少还是有些小矛盾的 更多的时候 都是林静在忍让 比如 林静明确地讲过 那衣和袜子 不能都放进去一记里洗 可婆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混习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林静和丈夫的相处 丈夫不喝酒 但戒不了烟 但把压力大点 一天都能抽掉一包烟 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 烧烤店没办法开门做生意 没有半点收入 而家里每天都有一笔不小的开支 二胎的奶粉 尿布 也得时刻背着 丈夫很是焦虑 而林静在一旁看着也是心疼 只是当一大堆的日常琐事 堆积在一起后压抑出的情绪 让到嘴边的话也变味了 林静原本想宽慰丈夫的话 说出来却成了责怪丈夫的意思 丈夫则觉得 她一个家庭主妇 每天就照顾孩子而已 哪懂得她在外面挣钱的辛苦 有时 林静想让丈夫帮忙照看一下孩子 或者帮忙做一下家务 丈夫总会以忙了一天了 太累了为借口推托 这时 林静就会觉得很无奈 当初说好的一起生活 彼此照顾 怎么转眼就成了他们伺候他们一家子了 而她还不能理解自己 甚至还要责怪自己的手脚不利落 而当林静 每天都忙得来不及收拾自己 只能披散着头发 穿着脏脏的水衣 还满身油烟味时 一旁打游戏的丈夫 就会说她怎么才结婚几年 就成了一个黄脸婆了 每每此时 林静的心就仿佛碎了一地 林静不止一次地向她最好的朋友倾诉 说她突然有些后悔 那么早就结婚生子 不然她也会像现在的我们一样 在城市里做一个精致的白领 过着自己想要的精致生活 不必为家庭 公婆 丈夫 孩子而烦恼 林静说 最崩溃的时候 她也想过离婚 只是舍不得孩子 也舍不得这份自己 曾经不顾一切换来的爱情 而她的父母 也不会同意她离婚的 因为她根本不可能 作为一个单亲母亲 来养活两个孩子 那样太难了 所以 有一万次离婚的念头 林静就会想出一万零一个理由 来把这个念头打消 很直白地说一句 林静虽然嫁给了爱情 但她却没有驾驭爱情 婚姻的能力 当然 我想面对这么一大家自人的繁琐家庭 哪个女性都不容易做好儿媳 老婆 嫂子 母亲的这些身份 通常来说 爱情是身心理想 而婚姻是人生现实 学生时期的爱情很简单 无非是一起看了几场电影 送过一些礼物 聊过几次共同的话题 然后你就确定 这个人是你所谓的终身灵魂伴侣 直到婚姻里的柴米油业 加上里短和一地鸡毛 你才会发现 灵魂伴侣没有 有的更多的是猪队友 就像网上说的那般 决定嫁给一个人 只需要一时的勇气 守护一场婚姻 却需要一辈子的亲戚心力 因为 从一开始 爱情就是一件浪漫的事 而婚姻却是一件庄严的事 很喜欢的一句话 爱情应该是美好的 是甜甜的 即使是进入了婚姻的围城里 也不应该变质 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的一地鸡毛 吓得消磨了对爱情的向往 丧失了对婚姻的热情 只要你愿意相信 你也可以是很幸福的 不是吗